增加冷静下期 不知道吗 我更知道 能不能再多几天 确实太有点了 感觉惊喜了 你觉得怎么样 挺好的 我觉得挺人性化的 咱们国家对这个百姓的需求 特别是春节 大家外边的游子都是归心四见 多放一天 大家能多陪陪孩子 多陪陪父母 时间宽松了 整个心情都宽松了 是吧 回家的路不用那么赶 然后往海赶的路 也不用那么急 是吧 多一天 那对这个 互动的老动者来说 那不是经济时间的延长 而是那种幸福的 一个 翻倍的那种延长 只有这个小孩和大人都放假 才是一个可能家庭出行的一个 一个合适的时机 那很不错 又有动力上班 为了放假 得让大家有更好的这个 休息时间 来调整好自己的工作状态 提高工作效率 打算一会儿回家了 跟父母视频说一说 他们应该非常开心吧 看着我回家 跟他们多待几天 去年初一吧 三十晚上吧 开车走的 因为八个小时就出去 其实我觉得挺好 可能不用跑夜路 白天就可以做 而且春节今年是八天了 可以先回家 然后再出去玩 可能一些远途的时候计划 那么它的实现的可能性 就会更大一些